各位亲爱的现在的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教堂 我们的圣经 马太福音27节 第62节到28节 第15节 我们一起来教堂 马太福音27章62节到28章15节 第二天就是预备日的后一天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一起去见比拉多 说 大人我们记得那个骗子还活着的时候 曾经说过 三天后我要复活 所以请你下令严密守护坟墓 一直到第三天 他的门徒就不能把他偷走 然后就告诉人家 他从死里复活了 这样的谎言要比先前的更糟 比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带守卫去 尽你们所能好好的把守坟墓 于是他们去了 在石头上加了封条 封住墓口 留下守卫把守 过了安息日 星期日黎明的时候 某大拉的玛利亚跟另一个玛利亚一起到坟地去看 忽然有强烈的地震 主的天使从天上降下来 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 他的容貌像闪电 他的衣服像雪一样洁白 守卫们惊吓得浑身发抖像死人一般 那天使向父女们说 那天使向父女们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要找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 他已经复活了 你们过来 看安放他的地方 你们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他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会见到他 要记住 我告诉你们的话 父女们就急忙离开了坟地 又惊讶又急欢喜 跑去告诉他的门徒 忽然耶稣在路上出现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到加利利去 在那里他们会见到我 父女们还在赶路的时候 有些把守坟墓的兵士 回城里去 向祭司长报告 所发生的一切事 祭司长和长老一起商量后 拿一大笔钱 给兵士们对他们说 你们要说 耶稣的门徒们在夜间来了 趁着你们睡觉的时候 把他的身体偷走了 要是总督知道了这件事 我们会出面说话 担保你们没事 兵士接受了钱 照他们所吩咐的做了 这谣言到今天 还在犹太人当中流传着 今天 没想要透过这段经文 来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割我材我 两种心情 在这里的经文 这样说 说这些 祭司长和法律塞人 他们去记彼得多 他们想到 过去 亚索在戏禁前 有说过 他死后三个月 不再活 所以他们很紧张 他们请人 反护人 去把闻闻 来过手 有那个朋友 在那里过手 他们感觉不够 他们随时 都在想 说 他敢的 挖起来 来影响 这些多的人 他们没打算 他们所没想要遇到的事情 也会遇到 在这里 他们住了一种 无平安的心情 去看待 祝亚索更活 这件事 最主要 是因为 亚索更活 就影响 他们的利益来 在教会中间 他们的地位的利益 在他们 可以做一个 领袖 来 他们带这些 一些白身 的这种 我们的地位 会受到影响 总是 另外一种心情 叫做平安 这个心情是什么 是顺着 在梦 头前那里 在爱上 提高 心里面 坚困的 这个富人人 当祝亚索出来 跟他们说 愿你平安的时候 他们的心情 真正 在到平安 因为在那 幽闭 痛苦的中间 听到 上帝 透过 祝亚索的 未来 对他们来 安慰 所以各位亲爱的 在居外 同样是 各国 总是 不一样的人 有 不一样的心情 这种心情 在于 不平安 跟平安的中间 所以各位亲爱的 在居外 我们在各国 我们也来 思想看看 在我们的信用中间 这准的利益 有平安 也没有 我们是不是 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 我们在看路 我们在游戏 我们在丢度 就是我们 为了 水亚索的外 让我们在 看不到 阮忙 在阮忙的中间 我们看到 又可以站起来 开车 像水亚索 亲爱的对你说 万你平安 所以各位亲爱的 在这国外 在前面 我们在会 用到水亚索 对我们说的话 万你平安 来制作 我们的祝福 我们在会 阿头来祈祷 如今天 我们的主 我感谢你 感谢你对我们说 万你平安 让我们没有 在那种 不平安 的那种 情绪的来源 反正当 我们对你的 为意 我们领受到 这份平安 祝我们知道 我们的人生 会遇到 多多二丹 等困难的事 我们在丢丢的时 我们在不平安的时 祝我们 你的话 就真正在我的帮忙 特别我 对你的国外 我看到 我们人生的愿望 所以祝 虽然这准 我们在困难的 感染的中间 在白天的中间 总是我们知道 你这是我们 应用我的愿望 当你国外 我们的死命 也冠对你国外 我的感谢 都是向主 耶稣命的记得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